大家好 那今天介紹下週的活動 那下週的話一共有四個重點 因為這週居住人都在講中國神的究極熔練 所以下週的活動好像沒什麼提到 沒關係 那今天影片就跟大家講下週有哪些的活動 第一個 在下週一的時候 9月30號開始 友情抽卡抽到人面雛鳥的機率加倍囉 讚啦 而且十連抽必定最少會有兩隻人面雛鳥 這個活動大家應該都很喜歡 都會跟公會的玩家在比說誰比較歐 我十連抽到底誰的雛鳥比較多這樣子 稍微說一下 如果你有抽這次木初音合作的話 那有行週抽得到部件 機翼 大砲 跟飛船 那這三隻可以合體為魔士換兵 因為算是蠻平民 然後又是一個很好撐血的一個管道 再來第二個重點跟初音有關 初音合作是到10月6號 就是下禮拜日 初音就要結束了 那同時在結束的前三天 禮拜五開始卡霞又會有一次大獎抽到的機率加倍 同時9月30號在禮拜一開始的時候 你如果在卡霞進行抽卡的動作 又可以獲得睡前又取初音會來的動態造型 等不及的玩家在禮拜一就可以進行抽卡 那如果理想中的話就是配合加倍 再來去一抽看看 如果能夠中複製人的話就恭喜各位 啊順便抽動態造型 再來第三個重點 下禮拜五的地獄集是兩個 然後都是復刻舊的地獄集 然後這兩張卡片在現在的出場機率幾乎是非常的少 但是地獄集的部分還是建議玩家們還是要嘗試通關一下喔 再來禮拜一的話會有一個全新的修羅場 就是刷這一張雪未來 然後這邊我有自己去問官方 官方跟我說雪未來並不算初音未來這四個字裡面的成員 然後下禮拜四10月3號會開放一個極限挑戰的關卡 清風消破迷事實 這是什麼東西 簡單來說會有一個關卡 那隨著玩家們通關的次數越來越多次 然後送的獎勵會越來越好 但是當玩家在通關的時候 啊你剛剛通關的杜魯的那些卡片 就不能再使用第二次了 講白一點這個活動就是考驗玩家們平常有沒有在練卡片 而不是說只有一對什麼琴什麼的 然後一對打拼一下完全沒有想要練其他隊的意思 然後如果你不小心隊伍配錯想要重置的話 該關卡也有重置的功能 但是你重置後你的召喚獸雖然全部都可以重新使用 但是你的挑戰次數也會歸零這樣子 當然獎勵的部分不會重置啦 就是拿過的話就不能再拿第二次了 好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對了還有一個 哈哈剛剛忘記講了 在10月4號禮拜五的時候登錄會送鑰匙30把 持續到10月11號一共8天 所以會有240把鑰匙 那240把應該很多了啦 那這邊的話就也希望說大家 中國神救急熔練能夠玩得開心愉快的樣子 好了那麼影片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 掰掰